再吃晚饭 等一下去坐火车 这个算是我们这边老家的特色菜 豆角跟豆角叶 好多人应该没有摘过豆角叶来吃 这个原因看我以为是点心的 炸的真是莲藕 不是是茄子说错了 尝了一下这个炸莲藕的口感还不错 有点甜甜的微甜 现在去车站好近的 跟个山珠进城市的 街是华州的连华州 那个火车站在哪都不知道 有个塔那里就是火车站 马上就到了 现在是6点30分48分的票 应该来得及 到站到站现在进去 检票 还打包了好多吃的 奶茶榴莲 现在我出去了因为 因为车子晚点 我就先不去北海了 先不先不回柳州那么快了 晚点一个半小时去 害得我叽叽忙忙跑得出的一身汗去 我以为赶不上火车了 现在我朋友又来接我了 我们去华州逛一下吧 因为很少 因为很少由华州到柳州的 这个火车发车 今天晚上是第一次发 然后车子晚点 我就把票退了 退了看一下 在家多晚两天吧 到时候再上柳州了 看到我背着大包小包的 背了一个这个包包 然后这里又有一个包包 回家也没带什么 就带个背包 在这边等他们过来接我 记得这个画面是好多年之前了 应该是五六年前 我有一次坐到华州站 是我省过来接我的 以前也不熟悉路什么的 也不懂怎么坐车回家 到了华州都不认识路回家 过来华州这边玩一下 朋友带我来这边酒吧 刚好是六周年庆 但是太赌了 太赌了 藤月 同一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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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